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战绩豪以外 颜值也是相当高呢 男队有孔令辉 王浩 陈启 张继科 徐欣等大帅哥 女队也不遑多让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乒乓球女队颜值最高的五大主力球员 5.丁宁丁宁是现役唯一的一个大满贯选手 所取得的成绩也仅次于张仪宁 王楠和邓亚平三代大魔王 丁宁一直都是以一个假小子的形象亮相 很少有留长发的时候 最近丁宁出现在公共场合 穿得很时尚 看起来也是非常养眼 其实丁宁刚出道时候 有个外号叫拼谈李宇春 细看的话 两个人还真的有些像 4.张仪宁 张仪宁在赛场上是可以把福元爱打哭的大魔王 冷面杀手 场下是对立的搞笑担当 说话风格都相当搞笑 5.张仪宁打球的时候 颜值没有被大家关注很多 因为成绩太突出了 退役之后的张仪宁偶尔还会做客央视 解说乒乓球 5.退役后的张仪宁多了几分之性美 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也是越来越漂亮了 3.郭月 郭月无论在打法上还是造型上 可能比前面两位还要假小子 但是郭月的五官很端正 看起来非常英气 3.在赛场上高起低落 早早退役 让球迷觉得有些遗憾 退役之后的郭月留起了长发 经常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自己的一些写真照 3.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 2.刘时文 刘时文可能是现役最可惜的运动员之一聊 3.他在世界杯上打包大了 拿到四个世界杯冠军 但是在市拼赛上便每次总走不到最后 平时剩丁宁多一些 但是在市拼赛上却两次败在了丁宁的拍下 也因为市拼赛的战绩 让小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过奥运会单打 这并没有影响到刘时文的粉丝 4.他的粉丝并不比丁宁的少 也和刘时文甜美的长相有关系 刘时文天生一双爱笑的眼睛 真的很难让人不喜欢 1.陈梦陈梦的大赛成绩 一直是球尼谈论的一个焦点 他打法先进 技术手段丰富 但在大型比赛上边 却一直没有收获 关键时刻手软一些 在奥运会备战期间 陈梦已经落后其他几位主力了 抛开比赛来说 陈梦是中国乒乓球队中最漂亮的女孩 真的无可争议 陈梦长的不是小家碧玉那种风格 而是看起来很大气 偶尔皱一下眉头 也是风情万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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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